D-Day TV KPM 电视机前的老师 还有亲爱的学生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Success SPM 2021 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 Maira Natasha 那平时呢 我们是在早上的 运动节目 一起做运动的吗 可是今天有点不一样 我不需要跟大家一起做运动 反而今天我们要上华文课 可是呢 在我们上课之前呢 我想提醒一下大家 疫情还没有结束 所以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出门 好好留在家里 可是万一说 哎呀 一定要出门怎么办 就希望大家有遵守严格的SOP 首先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消毒双手 还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至少一米 那今天呢 要上华文课的 我们是 为什么要上华文课 会在哪着 什么呢 现在我在拿着 一个铅笔盒 想知道为什么主持人在拿着铅笔盒 想知道我们今天会来到节目宣传是哪一位老师吗 我们先看看老师的剪接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来自 Skola menina jenis kebangsaan 中华 klangslangu de Puan Beishukkun kutur panita kusustra anchina 老师你好 Mara你好 老师其实呢 我昨天是睡不着 因为很开心 很透气在想跟老师学习 因为我本身已经 十多年没有上华文课了 所以老师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为什么我手上拿着 这两个铅笔盒吗老师 是的 好 来看一下这个小木盒 Mara你有看过这个小木盒吗 我有看过 我知道是铅笔盒 可是我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 是的 因为你们现在年轻人 现在是物质丰盛的时代 对 不会用这个小木盒 是会用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小时候用过 对 小学而已 好的 好 这个小木盒是一个铅笔盒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用过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 还给我亲自做了一个 那个时候当然我父亲做的时候 然后是用石心的木盒 那么拿在手里可沉了 摆在地上也不容易害 对啊 好像很硬 这个不行 这个是我买的 是用三盒板薄得很 那今天特地给大家带来两个铅笔盒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小木盒 就是我们今天小说里头 香雪 香雪 它原本用的那个铅笔盒 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 好 而另一个 OK 好 这一个是塑料泡沫铅笔盒 对吧 对 这一个是香雪 梦寐以求的宝盒 原来如此 原来对我们的小说是有关系的 是的 那我知道今天在节目现场 不单只有我还有老师 我们还有六位学生来着 Skola Menenga Jeniske Bangsan 中华 克朗的学生 哈喽 大家好 看到吗 OK 来我们先点名好吗 然后大家就自我介绍 我们第一位我们有 Wan Yongjin 是哪一位啊 来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是雪儿 而主持人好 我的雪儿 我是 饭女人的 加上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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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的 一天 我的天 很幸福 就是 两天 一天 一天 可以再一次 有点不清楚 可以重新 我们重新来过 可以吗 Yongjin 再来多一次 因为先没有这么清楚 来我们再来过 Wan Yongjin 再一次吗 再一次啊 是 OK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是雪兰儿洲 巴生中华华中的学生 我是万永金 永远的永加上年质旁 晶莹剔透的金 父母为我取这个明智的期望 是我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虽然渺小 却努力让自己发光 变得亮晶 哇原来是这么特别的 好名字对吧 对啊 是的 来第二位 我们有 Jan Lo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也是 全儿儿巴生中华华中的学生 我叫刘杰银 杰生之号的杰 银满的银 英文名叫 Jane 把Jane念快点 是杰银的行 好听 来 接下来我们有贴家慧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和以上同学一样 是雪然儿洲 巴生中华华中的学生 我是郑家慧 郑重的郑 嘉宾的家 智慧的慧 因此我鬼脸子特别多 哇 老师 你的学生都很棒 他们的名字 很棒啊 Lona 我想知道 我的名字是什么 有什么意思啊 是 名字是有意义的 对 来 接下来我们有贴家慧 郑昌阳 我是郑昌阳 我是雪然儿洲 巴生中华华中的学生 名叫 郑昌阳 看前的圣 阳光的阳 希望能以自成的 显然之力 为世界带来新的朝气 谢谢 好 希望就是这样 来自来我们有 郑昌阳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也是来自雪然儿洲 巴生中华华中的学生 我是郑昌阳 姓氏真 宛字 宛如的宛 加上王字旁 美誉的意思 父母希望我遇见的事情都是美好的 哇 我们也希望都是美好的 好 最后一位 我们有 安一轩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也是来自雪然儿巴生中华华中学生 我是洪一轩 带有金字的义 有车有国干的轩 他人也常常把我的轩字读为神仙的仙 因为平时的我比较薄细 被同学们调侃我像神仙一般逍遥自在 好 谢谢我们的六位学生 那老师 想邀请老师来到这里 我们先消毒 我们先 好的 老师请 因为我们的疫情还没有结束 老师 对吗 是的 大家都真的需要特别小心 要好好照顾自己 对的 好的 好的 我相信老师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我们分享 我们广告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广告之前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的马老师 也认识我们的六位学生 那马老师跟我们说 今天我们要学的小说是欧香学 对吗老师 是的 所以我想问问学生们 你们对这本小说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感想吗 有谁要回答 来 举手 举手 谁要回答先 好 来 读完 欧香学后的我更加的清楚了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所执着的事物 奉娇喜欢成物源北京话 自愿的对她好 自己并不在乎对方是否喜欢自己 香学是一个胆小的女孩 当她知道拥有自动铅笔盒 就可以得到认可和改变 她勇敢地迈入火车 只是希望可以换到自动铅笔盒 并且摆脱别人的鄙视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所追求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不应该因为对方的身份地位等等 认为对方是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 对 说得好 来 下一位有谁要回答 多一个人 来 谁 一个一个来 我们先见咯先吧 好 我在阅读完欧香学后 我发觉到在这个发达的世界里 还是有一些落后的地区 就比如小说中的抬了沟 赖的人们纯真 但也不须大胆勇敢 也有想法 有梦想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香学 原本是个胆小的女孩 倒为了追求梦想 而变成大胆勇敢了起来 这给了我很大的歧视 我的生活条件并不差 我觉得我更应该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 此外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感谢DTTV KPM特别安排的这个节目 让疫情之下 不能回向上课的考生受费 谢谢 对啊 也希望观众朋友也是会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对吗 老师 来 还有一个人谁要回答 看成哪位 好 来 请 听不到可以 不好意思 可以重新来过吗 听不到 杨胜再来多一次 网络有一些问题 我还听 有点卡住了 老师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听不到 重新来过 应该听不到 有吗 网络有点不吉利 你开了麦克风吗 好 不用紧 我们待会我们再问你多一次 因为你的麦克风听不到 然后我们就听了三位学生的 两位学生的 对这个小说的看法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老师好了 谢谢我的主持人Mara 好 来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部 是小说 哦 香雪 Mara应该没有看这个 对吧 我中间有读 老师 有多功课 非常好 谢谢 那在我还没有开始讲故事之前 来 我们先让同学们清楚知道 我们今天的学习重点 一 通过语言 心理环境描写 分析人物 尤其是香雪的形象 二 通过对大山或车及铅笔盒的 象征意义的理解 来品味小说主题思想 三 分析考题 我们先认识一下作者 好 那么这一部 哦 香雪 作者是铁宁 铁宁1957年9月出生于 中国北京主记河北造县 作者 作品曾多次画奖 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 国家级文学奖 代表作品由 玫瑰门 无语之城大玉泥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 其中短篇小说《哦香雪》 和六页的话题分别融化 1982年 于1984年 中国优秀短篇小说 哇 很厉害哦 当然 名作家 铁宁呢 他注重写人物的内心世界 他的笔法细腻纯真 好 《哦香雪》小说故事背景 好 那同学们都读过这部小说 对这个小说的故事背景 应该有所了解了 好 我们就请一位同学 就这三个方面 时间 地点和社会环境 来谈一谈这一个 《哦香雪》小说的故事背景 好 来 请问我线上的同学 哪一位要来说一说呢 来 先举手 哪一位呢 好 来 在这部小说里的时间 作者设定在八十年代 小说在一个名叫台河沟的 小山村里展开 正是掩藏在大山里一片宁静 与外界隔离的小村庄 封闭落后 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 他们代代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一成不变的贫困生活 是的 时间 地点 社会环境 同学们清楚了 是 这个故事呢 就是以小山村台河沟为背景 续写每天只停留一分钟的这火车 给这个宁静的山村 带来什么样的波然 续写了以香雪为代表的 一群山村姑娘们 对山外世界的好求 渴望 以及对这个知识的追求 那其实昨天我读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为了一分钟 要打扮得这么辛苦 要打扮得这么漂亮 就是为了一分钟 其实是为什么老师 是为了什么呢 注意听了 这会待会会讲 OK 好来 那下来我们就听故事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小说的内容情节 好 那相信我的同学们都应该读过了 要面对考试了 肯定是滚瓜烂熟的 好 那我就请其中一位同学来跟我们说一说 就先说这个延企和开端的部分 那一位学生可以来先说一下呢 好 很好 盛阳 他的麦克风可以了 对 小说从一列开进台河沟的火车说起 在火车还没有进来之前 台河沟的人历来是吃过的 玩法 那里的人们生活贫穷落后 奉闭保守 但是火车开进三里后 这村庄以往的宁静就被扰乱了 姑娘们吃完晚饭后就开始梳妆打扮 然后就跑到中口里去看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 这一分钟也是村里姑娘们的欢乐时光 他们用土产与火车乘客做买卖 放一些车里没有的生活用品或装饰品等 他们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 是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去看这个火车 在这个台河沟里头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这个火车就肯定是一样新奇的东西了 对吧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 这个远起和开端的部分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这个火车还没有开进来台河沟之前 和开进了台河沟之后 给台河沟的村民们带来什么影响 他们有了些什么变化 好 我再请一位同学跟我们说接下去的故事发展 哪一位呢 老师我可以来说 很好 来 姑娘们当中有一个名叫香雪的 她在学校被同学们盘问 嘲笑 而意识到自己的小木盒 是落后贫困的象征 所以她极其渴望拥有自动铅笔盒 她决定用40个鸡蛋 去跟火车上的乘客换自动铅笔盒 但那个乘客就旨意要送给她 但是她不贪求 不愿意白拿别人的东西 就硬把整男的鸡蛋塞在她的座位下 然后就迅速离开了 是的 她不贪求 但是在这个时候火车就开动了 香雪就被火车载到了离台河沟 外30里外的西山口 她就下了火车 一心一意想要快点走回家 第二天就可以理直气壮的 让同学们看到她的自动铅笔盒 一路上香雪时而害怕 时而因得到了自动铅笔盒而开心 时而又有力被母亲责骂 最后香雪看到了前来寻找自己的伙伴们 心里才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骄傲 是的 好 那么这个故事大一就是这样 那么香雪深夜归来这个部分 同学们要注意了 香雪深夜归来让我们看到什么 让我们看到原本胆小的香雪 如何的勇敢的冲破种种的障碍 影响进步的文明的世界 好 好 其实这一部小说里头的人物不多 那主要呢就是围绕在台额沟姑娘的身上说事 好 这些姑娘呢有典型的形象 有共同的品质 纯朴直帅爽朗善良真诚 其中就以凤娇和香雪为代表人物 好 我们来先看看凤娇 作者笔下的凤娇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 那位同学可以来跟老师说一下呢 老师我来说 很好 来下回 凤娇他爽朗直帅大胆 敢于北京话说话 他破辣 文中这样写道 哟 我的妈呀 你踩着我的脚了 凤娇一声尖叫 我撕热你的嘴 凤娇骂着 哟 我们小你就老了吗 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 是的 这种直言不惠的中文明点 看到他很破 他很破辣 对不对 他性格是那样的 他是很鲜明的形象 除了这两个还有吗 还有吗同学 老师 凤娇 凤娇他也多情 多情 插火车乘务员北京话 大老师寻找熟悉的第三节车厢 想办法与北京话打话 当其他姑娘们取笑凤娇故意绩效北京话时 他总是替他抱不平 而北京话做买卖 总模称到火车快开时 才把整男的鸡蛋塞给他 不让他有付钱的机会 从凤娇以上的行为动作 可以看出他的多情 对 看出了吗 是吧 确实是一个多情的姑娘 那其实 除了这几个之外 凤娇他也是一个豁达的姑娘 为什么说豁达呢 因为他没有因为同伴的 逗笑而放弃一片真诚的心 就是他对北京话的真诚的心 好 再来 他没有为自己付出而要求同等的回报 那凤娇他关注的是什么 关注火车上的法夹金圈圈手表 对不对 好 这一些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追求这个物质 追求现代文明的物质 其实这个也正就是 正是台俄姑娘们想要摆脱贫穷的心理 凤娇喜欢北京话 他渴望拥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这个不就是一般青春少女 对爱情的想象吗 对 好 那下来我们来看看 作者主要的灵魂人物 小说里头主要的灵魂人物 作者着力塑造的这一个人物香雪 好同学们 谁可以来告诉我一下香雪给你留下什么形象 老师我来说 好 来 这个是一圈 当众多姑娘七嘴八舌问北京话问题的时候 香雪总是登在后头 问话时候也特别的小声 香雪她纯真又善良 可以从以下两个情节看出 一 她总是那么的信任别人 纯洁的似乎不知道世上所有的丑恶 让人看了心中生起一种美好的感情 旅客们也因此爱买她的货 另外一个点是在凤娇被逗弄的时候 香雪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帮枪而感到欠救 是的 这两个 这两个情节 让我们看到 这个香雪的纯真善良 其实 还有吗 还有 这个香雪她想吃芝麻糖 不过还没钱买 那么凤娇就教她说 你去哪一间旧的衣伞去换这个芝麻糖 然后骗妈妈说 这个衣伞被河水冲走了 不过善良纯真的香雪没有那么做 她不忍心骗娘 其实我们看到两个好朋友 可是那个性格都是很有差别 是的 根本都是不一样 对的 原本人就是这样 对 好 再来另外一个情节 好 我们看到这个香雪 她不就是被同学嘲弄吗 还嘲笑她 有始至终香雪没有顶嘴 没有二言相对 好 她只是默默承受 我们看到她纯真善良 再来就是香雪跑到这个西山口 好 离开台俄沟三十里的西山口 好 那个时候 原本火车城务委员北京话 想要帮助她 她告诉她 她的爱人在西山口有个亲戚 所以可以让香雪去借助一碗 可是香雪因为知道凤娇她的好朋友 她的凤娇喜欢这个北京话 所以当她听到这个北京话有爱人的时候 她觉得委屈 她替凤娇觉得委屈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香雪的纯真善良 好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 孩子 同学们 有些知道 好 来刷一下 香雪她有志气 她希望台俄沟摆脱贫穷落后 变得富足进步 火车能在那里停久一点 台俄沟的姑娘们不再要求别人 她想上大学 这可以看出她是个有志气 有理想的人 同时她也自尊自爱 同学们向她炫耀塑料泡沫自动铅盆盒的时候 让香雪意识到贫穷落后并不光彩 于是她渴望拥有自动铅盆盒 以维护自己以及台俄沟村民们的尊严 她也为人正直 她用四十个鸡蛋跟人家换钱比合 虽然人家愿意赠送给她 但她执意将那一栏鸡蛋留下 不白拿别人的东西 另外香雪读的是火车 离家三十里外 还漏夜抹黑回家 也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坚毅勇敢 是的 谢谢我们的这个圣扬 孩子们记住 对不起 记住了 所以这个香雪 刚刚我们讲到这么多个形象 不要忘记 这些形象 真正就是她的美的 好 所以同学们记住了 还记得拿几个吗 OK 刚才我们有提到 纯真善良 有志气 自尊自爱 正直 有骨气 坚毅勇敢 对吧 这一些都是美的 好 我们现在就看到两个好朋友 一起成长 住在一样的地方 却有根本都不一样的性格 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好 我相信老师还有很多东西 要跟我们分享 还有很多秘诀要跟我们分享的 那我们广告后马上回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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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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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Success SBM 2021 那之前呢 我们有问过学生们 对这个小说有什么看法 然后我们的圣娘呢 她看才信不大好 所以你可以重新来过 讲过 你对这个小说有什么看法 可以 好 他的信 赞了 抬而钩的姑娘们互相有爱 不受外界的沉潇污染 如今的社会 处处都存有勾心斗角的戏码 希望大家在追求名利的同时 尚能秉持善心与羞耻心 不典荡尊严 同时小说里的香水 不甘于现状 是要使台而钩 迈向经过文明的精神 让我看到了 她为维护尊严 和追求梦想 而奋斗的炙热之心 令人动容 好 谢谢盛阳 那老师 你可以继续了 好 谢谢 好 下来我们就看 从心理和环境描写 探讨人物形象 刚才我们讲到香水被火车载走 到30里外的西山口被迫下火车 然后她必须走路回家 那是晚上 然后又一个人 对 一个小女生 她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个台而钩 所以同学们注意 在她走路回家的这一段路 香水心里起了许多的变化 她的心路历程 同学们有必要把它记起来 我可以不可以请我的学生 来跟我们说一说 这一个香水 在这一个时候 她到底心里 她的那一段路 她心里是怎么样的呢 来 先举手 哪一位呢 哪一位同学可以来 好 香水开始很害怕 陌生的环境 漆黑寂静的大山 小树林发出的稀稀的声音 漫长的山路 使她感到寒冷 害怕 是 寒冷 下 她看着手中的千里盒 心里感觉踏实 满意 她渴望第二天同学们的盘问 这个时候的她不再害怕 她希望村里的姑娘不再要求别人 不再让人看清 城里的小伙子求上门来 外面的人爱来这里 认识这里 走着走着 她开始烦恼 淤欲 她烦恼着应该怎么向母亲交代 40个鸡蛋的去向 后来 她决定告诉母亲 这是个饱和 拥有她就能上大学 坐火车到处跑 有什么 要什么 有什么 心意一定之后 她的心里充满欢乐 带着车笔盒给她的信心 力量和对 和未来的美好期盼 她依然穿过黑暗的隧道 回到台河宫 她留下了欢乐 满足了内水 对自己身为大山的女儿 她充满骄傲和自信 是的 谢谢永津 是的 同学们注意这个部分 她从怕到不怕 当然中间她就犹豫不决了 后来心意已定之后 她是怎么样的 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姿态 回到台河宫 面对她的同学 所以从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香雪 她跨越了 由自卑封闭落后到自信 开放进步的巨大心理障碍 而这一个正是作者 她要张扬的坚毅指强 是一个特质 所以同学们记住了 对一个铅笔盒可以改到这么多东西 可以弄到它更有自信开放 是的 因为它不会再被别人看清 对对对 是吗 所以你告诉我 这个像这个铅笔盒 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 很有特别的意思 是的 像我说里头 大山火车和这个铅笔盒 都有它的象征意义 Mira要不要来讲一下 来讲什么 OK 你看到了这个小说里头 刚刚我们听同学们过来这么说 那你有能够理解到这个铅笔盒 是有些什么特别意义吗 对我来讲 铅笔盒是代表一个希望 我觉得它是觉得 你有了这个铅笔盒 然后你会改到你的生活 你会变成更优秀的一个人 是这样吗 是不是希望 好 希望 好 我们再请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说一说 来 先举手 网名来 网名 举手 网名可以吗 网名来说一下 好 这个先从大山开始 大山将铅笔盒与外界隔离了 象征着封闭 落后 而贫穷 而火车带来了山外世界的文明 象征着开放 现代文明 进步与美好 是的 而铅笔盒有分为两种 一个是木制铅笔盒 象征着落后营穷 另一个是自动 潜知识 现代文明与美好的明天 是的 谢谢文明 所以同学们 在读我小说之后 请你一定要记住 这三个意象 到底它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好 下来 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思想 刚才的这三个东西的象征意义 跟我们的主题思想有关系的吗 我们先看一下主题思想 有哪位同学还记得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呢 老师我记得 很好 盛阳 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可分为四点来说 第一 反应摆脱封闭 愚昧和落后 走向开放文明与进步的过程中的痛苦与喜悦 二 反应人们向往文明进步 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心理 三 反应追求文明与知识的渴望 最后 换为了自尊自爱的纯美心灵 是的 这就是给这部小说里头的四个主要的主题思想 好 下来 老师就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总结 针对这一篇小说 我们看到了作者铁宁极力地在这一分钟里头开决 写《香雪》这一群乡村姑娘的心理活动 小说表达了姑娘们对三外文明的向往 反应他们佛却想要摆脱落后贫穷的心理 再来表现了三村姑娘们自尊自爱和纯美的心灵 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学习重点 分析考题 同学们注意听 好 请看这六题 第一题 放架和香雪如何从火车上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反映出他们的内心有何追求 告诉我这一题问的是什么 有那位同学可以说一下 主题思想 是的 看到什么 终结是什么 他的内心什么追求 所以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主题思想 所以同学们记住 主题思想 我们的这个小说的内容情节 OK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一个什么象征意义 这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人物形象 这一些都是考试的这个知识点 都是考点重点 所以注意 其实考试就会问这四点 所以这四点就是最重要的 不能说他一定是问这四点 我不知道那个考题会怎么出 不过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 这几个点我们都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好 所以刚才圣阳讲的 好 第一题 问的是主题思想 所以同学们再看第二题 欧香学主要学校 村庄村民们在文化冲击下 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 是说明师 问什么 同学们 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 对 思想上的变化 虽然他有问这个生活和思想 不过他还是在问主题思想 对不对 好 再来 第三题 欧香学的姑娘具有多种美的 睡香血为例 说明师 好 这一题很明显 问什么呀 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 非常好 第四题 是分析火车和铅笔盒 在欧香学中的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 跟什么 比较有关系呢 哪一位 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 再来 建树 相学 获取自动签笔盒的原因和经过 并说明这些情节表现的它哪些形象 所以同学们看好 这一边他问形象很清楚 对不对 可是他要你说什么 情节 哪个情节表现出它的这个形象 所以必须是形象再加这个情节 这两个要配搭在一起来回答 好 再来 欧香学 蕴藏着人性的善良和纯真 是以香学为例说明之 这一题跟哪一题相似呢 第三题 对吧 同样是问什么 人物形象 所以我们只要这样子一分析 同学们捉醒了 那我就比较容易回答问题了 好 刚才同学们有讲到说 第一和第四题 一二四这三题呀 都问什么 都是问这个主题思想 对吧 那请问 我把这四个主题思想 全部可以写进去我的这个答案里头 可以了吗 算是完整回答问题了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不要因为我简单的把这四个主题思想 全部写下去 那我就是回答问题了 写业多也没有关系 不行 因为我们需要针对那个考题 它的考点是什么 来做解答 好 下来我们一题一题看 先看 这一题 凤交和香雪如何乘火车上 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反映出他们的内心有何追求 同学们 关键字是什么 这边有两个人 一是凤交 一个是香雪 对吧 然后感兴趣的东西 如何 如何是什么呢 方法 它的方法 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反映出他内心的追求 好 所以我们先看 这个凤交和香雪 怎么样得到他们的东西 方法一样吗 一样是不是 一样的话 我可以就两个一起讲 OK 我就先说他如何获得 之后再讲感兴趣和内心的追求 那一样的 我们先说 怎么样呢 他们都是在晚饭之后 来吃饱之后 对不对 赶紧书中打扮 等着那个 对 一分钟 跑去看火车 这样只有一分钟都可以 对 他们就拿家里的土产 有吗 鸡蛋 拿家里的土产 去跟火车上的乘客 做买卖 换来他们喜欢的东西 OK 那下来的话呢 可以香雪和凤交 两个人追求的东西不同 这一个 我要分开来说 孩子 不可以混为一谈 一定要把它分开来说 有没有哪一位同学 可以来说一下 来先举手 老师 好 我来试试作答 好 来 孟娇他喜欢发甲 手表 金圈圈等 现代文明的物质与东西 他反映了他 上网文明进步 也看出他迫切要求 摆脱贫穷落后的心理 孟娇喜欢火车 乘务员北京话 而他做买卖 总是磨蹭到火车快开时 才把整栏的鸡蛋塞给他 不让他有付钱的机会 也没有为自己的付出 要求等价的回报 他追求的是一份真诚的爱情 而香雪呢 他对书包 铅笔盒 特别感兴趣 同学们嘲笑他的木制铅笔盒 为了换取 自动铅笔盒 为了维护尊严 原本胆小的他 勇敢地踏上火车 用了40个鸡蛋 去跟一个女大女生交换 还因此来不及下火车 被载到30公里外的西山口 被迫独自一人走夜路回家 反映了他内心渴望 追求知识 上大学 希望不财而勾的贫穷 是的 答案完整 所以孩子们注意了 当他问凤娇和香雪 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分开回答 好 谢谢老师 谢谢教育 我相信还有很多东西要说 老师还有很多东西要分享 可是我们先休息 给老师喝一口水 我们广告后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来 Success SBM 2021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本小说 叫欧香雪 那广告之前老师有跟我们分享几个考题 那今天因为时间不多 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长话短说 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 谢谢Maira 好 那同学们刚才我们提到这一题 对不对 香雪和这个凤娇 他如何得到感兴趣 反映出他内心什么追求 那么刚才我们同学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简单的 再看一下 所以我要回答的是什么 如何得到 如何得到 然后再怎么样 把香雪和凤娇 他喜欢的东西 给写出来 当然这个部分一定要分开 先写谁 题目问凤娇 就先写凤娇 先写凤娇 喜欢什么 那么喜欢这些东西 反映出他内心的追求是什么 之后香雪 香雪追求什么 他喜欢什么 又反映出他内心的追求是什么 所以记得清清楚楚地写出来 千万不要全部混在一起谈 好吗 好 那么再看下一题 欧香雪主要学校 村庄村民们在文明的冲击之下 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 还是说明之 有哪一位同学要试试作答的 有谁还没有答过呢 来举手 哪一位 是 好来可以 好来试试看 在火车还没进来之前 塔尔沟的人力来是吃过晚饭后就睡觉 那里的人们自补纯洁 一天只吃两顿的饭 生活贫穷落后 封闭保暑 是 还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讲到变化 你就必须要先把 他之前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写出来 那你才能够做比较嘛 之前怎么样 然后之后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之前的还是需要先把它提出来 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人们是怎么样的 吃饱饭就睡觉 觉得说比较 是的 然后那个地方是贫穷落后的 好 火车开进来之后 题目问 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 同学注意了 分开来说 先说生活上的变化 再说思想上的变化 一样 不要混为一摊 好吗 我来请一位同学来跟我们讲一下 火车开进来之后 台而沟 这个小村庄 在村民们的生活上到底有些什么变化呢 来哪一位 好 来 老师 台而沟的姑娘们 在每一天晚饭过后 就会梳妆打扮 然后跑去迎接火车的到来 他们对火车里 山外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 比如金圈圈 手表等东西 都带给了他们热烈的话题 和美好的遐想 他们打听山外的事 包括城里的人 一天吃自己顿饭 北京大学 要不要抬而沟的人等等 后来他们开始在火车上 和乘客做买卖 换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奉交也因此 认识了火车乘务员北京话 对他产生的情愫 OK好 所以这个 生活上的变化 我回答到这里还不够 记得 还有一个思想上的变化 必须要写 那么思想上有些什么变化呢 OK我们看到香雪怎么样 他希望台俄沟变富足 对不对 富足进步 然后他希望台俄沟的姑娘们 就不再要求别人 不再被人看不起 那城里的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 火车在这里停久一点 对吧 从这里我看到什么呢 他向往文明进步 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心理 之前是没有的 OK好 再来香雪希望 希望自己能够上大学 坐火车到处跑 他想要以这个知识的力量 来改变现状 摆脱贫穷 再来自动铅笔盒 香雪不就说吗 自动铅笔盒是一个饱盒 为什么是饱盒 因为他有这个铅笔盒 他有那个信心 对不对 所以能够让他告诉他妈妈 这个铅笔盒能够让他 顺心如意上大学 坐火车到处跑 要什么有什么 对就有希望 所以这个铅笔盒就是一个信心的来源 他有了信心和力量 影响美好的未来 好 再来我们看到什么变化 凤娇 凤娇喜欢这个北京话 对他产生情愫 渴望拥有真诚的那个爱情 这是火车还没有进来之前 没有的事 所以这一些都是变化 好 下来我们看 分析火车和铅笔盒在欧乡学中的象征意义 问象征意义不难是不是 有哪一位同学来说一下 老师我来试一试 好 老师我可以在写第一段的时候 把火车与铅笔盒的象征意义写出来 之后再分段决定说明火车及铅笔盒的象征意义吗 是可以的 对 问得很好 我再问他题目是火车和铅笔盒的象征意义 一定要分开来讲 不要混在议题 不过阿俊的问题是说 我先讲这两个的象征意义 之后我再分开来讲 可以吗 是可以的 阿俊你先讲 先说一说你的这个答案 我听一听 好 阿俊 第一段我听说中的火车象征现代化代表进步文明 铅笔和象征现代文明文化和知识美好的明天 第二段我会写 台河沟的姑娘们向往现代文明 他们每天晚饭后就隆重的梳妆打扮去迎接火车的到来 因为火车带来了上外的世界的文明进步与美好 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 他们与乘客做买卖换自己喜爱的东西 比如画墙、杀金、手表、人教格书包、石铁、塑料、泡沫、针笔盒等等 他们对于外界的东西充满好奇 各种山外城里的东西都会引起他们的热烈讨论和想想 他们会追问城务员各种问题 比如城里的人吃几摊饭等等 第三段我会写 教学想上大学坐火车到处跑 走出大山认识山外的世界 让我们看到了他想要摆脱贫穷 台河沟因为火车的到来 村民们获得更多的文明资讯 台河沟变得热闹了起来 开始摆脱了封闭落后 火车带来了上外世界的文明与进步 是,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到这个火车 对乡血和对台河沟的影响了 OK,好 那还有一个部分,对吧 Jane? 还有,第四段 第一段我会写 铅笔盒象征现代文明、文化和美好的明天 香雪因为同学们的嘲讽 开始意识到落后贫穷 其实并不光彩 她渴望朋友与同学们一样的自动铅笔盒 显示出她想维护尊严 改变贫穷的命运 香雪决定骗她的母亲说 那是饱和 又向她俊得顺心如意 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 要什么有什么,不会再被人看清 这样可以吗,老师? 可以,是的,很好 我今天讲得很好,很仔细 刚才Jane的提到的就是 她先在第一段把这两个的象征意义先写出来 之后她就先写火车 再来写铅笔盒 是可以的 还是记得 总之你一定要清清楚楚地把它分开来说 对,对 好不好 好,来,我们看这一题 好,来 欧香雪里的姑娘具有多种美德 是以香雪为例说明之 欧香雪蕴藏着人性的善良和纯真 是以香雪为例说明之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两题都是问人物形象 对吧 嗨,那么这两题居然都是问人物形象 而且是问同一个人相雪 答案可以是一样吗 我觉得是可以 可以 同学们怎么看 有谁要回答 来 我的学生怎么看 不能的,老师 不能,为什么不能 来,讲清楚来 善良纯真只是其中一项美德 是,善良纯真只是其中一项美德 你的意思就是说 香雪的美德有很多种 是吧 有很多项,是吗 是的 原来一直讲 注意了 问善良纯真 还记得吗 我们善良纯真不是 刚才我们同学有列出五个例子 对不对 包括什么呢 他总是相信别人 对吧 好,凤交被人家逗弄他 怎样感到可以救 OK,那很想吃他这个 芝麻糖可是不忍心骗娘 再来他被嘲讽呢 可以他没有顶嘴默默承受 替好朋友感到委屈 有没有 好,这些都是善良纯真 这一个是善良纯真 不咯 那这一题的话呢 你回答这一遍就可以 没有问题 可是呢 问美德的时候不行 他还有其他美德 什么呢 有自欺求善尽 给自尊自爱 正直有骨气 不是吗 还有什么呢 坚毅勇敢 所以孩子注意 记得要审题 好,下来我们看这一题 好,香血 获取自动亲笔合的原因和经过 OK,这一些 哪一些情节表现了他的形象 这一题我们讲 形象和情节一定要结合在一起谈 所以一个形象一个情节 好吧 这个情节 炫耀铅笔合讽刺他 他为什么要拿这个铅笔合 表示什么 什么形象 自尊自爱 胆小的他 跳上火车 换铅笔合 勇敢 追求他的理想 坚持给人家的鸡蛋 可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他正值有骨气不白拿人家的东西 独自离家三十里外 所以这个是坚毅勇敢的部分 所以同学们记住了吗 这个是作答技巧 好 最后来同学 牢记中心思想 掌握情节 熟知人物形象 记得 记得 一定要举例说明 记得了 好,那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大家阅读愉快 考试 漂亮 谢谢老师 今天就很荣幸可以跟老师学习 可以跟我们的六位学生 谢谢大家 那观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学了很多东西 就希望大家 所谓的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只要你肯努力 你所要的 你一定达到 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